總統好,我是新加坡聯合早報駐台記者瞬接 想請教的是,前幾天總統您在辯論會上有提到說 只要台灣內部團結的話 中國終究得跟台灣接觸交流 所以這個部分不曉得說 總統未來連任之後心裡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以及具體會有哪些步驟來實現台灣內部的團結 以至於重啟兩岸之間的交流跟互動 我想經過這一次的選舉之後 我想台灣人民對於兩岸關係跟中國的態度 我們對中國的態度,大家都有一個審視的機會 所以在這個選舉的過程,我也一再呼籲 我們必須要團結 我也提出了四項的共同認知 我們也希望在這個四項共同認知之上 我們繼續凝聚我們台灣人 在面臨中國壓力步步進逼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有更多更強的共識 還有一個團結的這種氛圍 這些都是我們未來持續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您也知道 整個區域的情勢 其實都還持續在變化當中 面對這樣的複雜的區域的情勢 而且是在變動中的區域的情勢 對任何領導人來講 設定時間表其實是不可能 也是不治的 我們會隨時掌握機會 來促成我們國內的團結 也會在機會適當 也在不設政治前提的情況下 我們也能夠跟中國 繼續展開一個有意義的交流 會不會經歷 不時會有益 我們人們可以跟中國人的 要反正當中的含有意義的交流 我們最終要被選擇 到肉依靈感 就是這個 loyalty 但是每個人個人兩者 都不再去選擇 我們會不會